Guten Tag 大家好 很高興又在這裡跟大家見面了 我是莫妮卡 在上節課中 我們學習了一些有關於興趣愛好的簡單詞彙 那這節課我們將繼續學習 但是今天我們要學習的 是一些稍微複雜高級一些的詞組 OK 那現在就開始我們今天的課程內容 像我平時都喜歡聽個音樂什麼的 那聽音樂我們用德語怎麼說呢 musik hören musik 音樂 這個單詞的重音在1上發長音 下面大家跟我一起把這個單詞讀一下 mus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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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詞 hören是聽的意思 我們漢語中說聽音樂 動詞在最前面 但是在德語詞組中 我們的動詞卻是放在最末尾的 musik hören 下面大家一起跟我把這個詞組讀一下 musik hören musik hören musik hören OK 下一個 踢足球 這是德國人最喜歡的運動項目之一了 那踢足球我們用德語怎麼說呢 fussball spielen fussball 足球 這個詞與英語中的足球 football構詞一樣 fuss是足腳的意思 ball是球的意思 合起來 合起來 fussball就是足球了 那動詞spielen spielen原意是玩的意思 但是在德語詞組中 很多與運動項目以及音樂器材有關的詞組 我們的動詞都選用spielen 下面大家跟我一起讀一下 spie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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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起來 fussball spielen fussball spielen fussball spielen 這是踢足球 OK 我們剛才提到了音樂器材 那下面這個音樂器材 吉他 這算是文藝青年的必備品之一了 那彈吉他我們用德語怎麼說呢 guitarspie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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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詞我們仍選用spielen 合起來彈吉他 guitarspie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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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下一個 看電影 我們德語說 inspielen k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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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ans 電影院的意思 k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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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en conc 去、走的意思 g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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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 是in das的縮寫 in是德語中的一個介詞 表示到某某裡邊去 das 是名詞的詞性 inskinogeen 去電影院也就是看電影 下面大家跟我把這個詞組讀一下 inskinog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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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電影 下一個 學習德語我們說 deutsch lernen deutsch是德語的意思 deutsch deutsch 動詞 lernen是學習的意思 ler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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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德語我們說 deutsch lern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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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這個單詞很長 但是它是一個整體 這就是我們德語中的可分動詞 feang sien 在句子中可以被拆分為兩個部分 feang和sien 至於怎麼拆分 我一會兒給大家進行講解 在這裡大家先給我一起讀一下 我們的重音放在前面 feang zien feang zien feang zien ok 學習完詞組 下面我們該把詞組放在句子裡了 如果我想說 我喜歡看電影 這句話怎麼說呢 先不著急 我們先來確定一下 inskino gien 在句子中的位置 我們知道在德語句子中 動詞的位置是相對固定的 在陳述句和特殊疑問句中 動詞位於第二位 在一般疑問句中動詞位於第一位 我喜歡看電影 這是一個陳述句 所以動詞位於第二位 我們先把動詞gehen 放在第二位 那inskino放在哪呢 放在句末就可以了 好 現在變成了 ich gehen gern inskino 到這一步為止 我們的工作還沒有完成 因為我們知道 德語的動詞 根據不同的人稱要進行變位 ich 我後面所接的動詞 去掉詞位加上e 所以gehen要變成geer ich gehen gern inskino 這就是我喜歡看電影的德語表達 下面大家跟我一起把這個句子讀三遍 ich gehen gern inskino ich gehen gern inskino ich gehen gern inskino 好 我們再用一個例子進行練習一下 musik hören 聽音樂 如果我說他喜歡聽音樂 這個句子怎麼說呢 我們還是首先先來確定位子 這是一個陳述句 所以動詞 heeren 仍然是位於第二位 musik 放在句末 所以 動詞 這個句子就變成了 他喜歡聽音樂 大家跟我一起讀一下 er hört gern musi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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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句都是陳述句 下面我們來看一個一般疑問句 如果我說 你喜歡聽音樂嗎 這句話德語怎麼表達呢 我們仍然是先確定位子 在一般疑問句中動詞位於第一位 所以 heeren 我們要把它放在第一位 musik 仍然放在句末 現在變成了 heeren du oft musik 好 下面我們來看一下feeren 這個可分動詞 現在我如果說 我喜歡看電視 這句話用德語怎麼表達呢 我們首先還是先來確定位子 在可分動詞feeren 中 比較重要的是後面這一部分 then 它的位置 與我們之前所學過的 變位動詞的位置 在句子中的位置是一樣的 也就是在陳述句 和特殊疑問句中位於第二位 在一般疑問句中位於第一位 我喜歡看電視 這是一個陳述句 所以 theeren應該放在第二位 接下來就是動詞變位了 人稱代詞我之後的動詞 我們說去掉子尾加上a 所以theeren要變成theer 所以這句話也就是 我喜歡看電視 我喜歡看電視 下面大家跟我一起把這個句子 讀三遍 ICH SEER GERGARN FÄNG 那現在如果我要說他喜歡看電視 我們怎麼說呢 ER SEIT GERGARN FÄNG 大家注意一下 theon这个动词很特殊 它在第三人称单数的时候 变位并不符合我们之前所学的规则 之前我们说第三人称单数 后面所接的动词去掉词尾加上t 而这里我们看到 它的词干发生了变化 变成了zit zit er zit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是陈述句 那我们现在来一个疑问句 如果我想说 你喜欢看电视吗 我们怎么说呢 sist du gern 和之前的过程一样 我们先确定位置 在一般疑问句中 我们说变位动词的位置位于第一位 所以zit放在句首 fian放在句末 接下来是变位 du 你这个人称代词后面的动词 去掉词尾加上st 但是我们刚才说了 zit 这个动词比较特殊 它并不符合我们之前所学过的变位的规则 这里我们看到 它变成了zist 词干同样发生了变化 zist zist du gern fian zist du gern fian zist du gern fian 你喜欢看电视吗 那最后如果我想说 您喜欢看电视吗 我们说 zien z gern fian 我们知道 您 这个人称代词后面的动词变位 是最简单的 也就是动词保持圆形不变 所以zien在这里 仍然是符合规则的 zien zi gern fian zien zi gern fian zien zi gern fian zien这个动词 在第三人称单数 以及du 你这个人称之后的变位 是不规则的 词干会发生变化 大家一定要记住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这节课 所要学习的内容 谢谢大家